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内裤放在那边就先不看了 放下来的是一个这个 这个包是我装了一些我的护肤品 先给你们说我几个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人工类液 因为我早上起来的话眼睛会很干 我就是一定要用人工类液 就是先滴进去 然后清醒一下再起来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我出门一定要带的 这是什么呢耳塞 这个也是我用了好多好多年的 我可以忘记带护肤 但是我一定不会忘记带这个 没有的话我就是会 没有安全感睡觉 而且我一次性要带一盒 不知道为什么 我可能是有睡觉姿势吧 就是我早上起来 就是一定会有一支是不见的 然后其他的话就是一些那个 喷雾啊 还有一些眼霜啊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我拿来装洗漱用品的 然后里面就放一些电动牙刷啊 有挂钩的地方给挂起来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床 不是床单 它是酒店的睡袋 它是有两层的 它的位置是放在那个酒店的床单 跟被窝中间 它因为是有两层的嘛 所以人是睡在这个 它的里面的绑带 可以绑在床垫那边 然后它就不容易滑 就是这些东西 然后我准备先去跟教练会合 可能我们会在那边再练一会儿 然后再出发去复养 或者宾馆间 快点祝姐姐 顺利过关 拜拜 拜拜阿湯 哈喽大家好 前方绿灯路口执行 等一下我就要上车了 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车的事情 小汽车滴滴滴 开过来开过去 小宝宝当司机 送妈妈上班去 小汽车滴滴滴 开过来开过去 小宝宝当司机 送妈妈上班去 小宝宝当司机 我刚跟教练分道扬镳 我现在还没有 又要兵分两路 哦 欢迎地方 我的电视机 眼睛 现在在卸妆 等下10点钟太惨了 10点钟我要去那个练车 教练说让我们一个人练一个来回 可能要到凌晨2点钟 明天早上8点钟还要起来 明天早上8点钟还要起来 我以为今天可能是个阴天 但是没想到下雨了 反正这个都没有办法避免的 那我就享受这个紧张的感觉 以后能考试的机会也不多了 到了我的名字了我又进去了 到了我的名字了我又进去了 好了我去打印成绩啦 给你们看一下是现在我已经到酒店 然后考完了才9点22 我们现在准备回家了 让我们听一首歌吧 我不能到话 虽然尽重用在你 虽然尽重用在你 还是很特殊 在外面正在相遇 今天是星期七 有没有人计划 吃饭 妈妈 我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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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跟他们讲一下 我过啦 下次你可以坐我车啦 没有担心 下雨了 弟弟啊过啦 我们现在去哪里 去吃饭 吃完饭去看一下 看秀 没看到 刚刚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 没看清楚 我就这个 我先给他看一下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 它下面是硅胶 我们找带购买 现在你们就看一看 到里面来 这边是一个大的套房 然后这边是一个 落地的一个柜子 然后上面这边空着 还没有装那个那个东西 这是一个这么大的柜子 这边是一个大柜房嘛 然后中间这边的话 它会做一个这个隔断 然后这边的漆也没有了刷好 这边还有做一个漆 然后这里面也是一个衣帽间 我们的门是黑色的 然后会到这个顶上面会做一个门枚 这个木门就是跟这个差不多的花纹 这边就是一个书房 客厅跟这个阳台的地板 就是连在一起 我们做这个人字拼 这边也是一个大的一个落地的柜子 到时候这边的话 会再做一个阁段 因为我们这里就是 都是做的这种 就是无障碍的嘛 这边就是生活阳台 然后水平素啊 或者是风干啊那些的 然后这边会做百叶窗 那边就先看这么多 我下次再给你们看